她是我国古代非常著名的一位妓女,不仅帮助京城老百姓成功获救,而且还受到了许多名师大儒的欣赏,她便是第一名妓赛金花。 这位晚清第一名妓究竟有多美?赛金花从小出生在一个并不富裕的家庭当中,她的父亲在她很小的时候就已经将她迈到青楼当中学习弹唱了, 为了就是能够让她自己找一条生路,在那个年代里能够活下去才是王道,加之又是女孩,因此赛金花的命运十分坎坷,她学东西十分快,因此在一群女孩当中很快就有了欣赏她的人。 赛金花最早是被一个叫红军的官员给娶回家,那一年赛金花刚满15岁,因为红军在赛金花的眼里看到了一股不一样的镜头,她觉得这女孩对未来有着无限的期待。 同时,在她的眼,人当中看到了她对生活的向往与执着,她和其他女孩不一样,其他的女孩眼神当中满是对于生活的无奈和任命,她却是能够以神采奕奕的状态去看待自己的人生。 后来,由于赛金花得到了红军的赏识,红军带她出国见见世面,当时红军是外交官的身份,需要一名女子陪同自己一起出国办事,可是身边所有的小妾都对织闭而唯恐不及,只有在金花一个人自告奋勇, 表示愿意和夫君一同出使国外。 这时红军才相信自己看人的眼光确实没错,赛金花确实是有着和别人截然不同的想法和态度。 就这样,她将赛金花带在了身边,他们来到了德国,并且在德国生活了好几年,因为得到红军的照顾,赛金花平日里也可以学习一些西方的礼仪以及舞蹈,等等。 随着在上流子当中接触得越来越深,赛金花也愈发感受到了这个圈子当中带给她的提升。 或许是因为丈夫工作的缘故,赛金花渐渐地也变得大胆自信起来,她也会帮着丈夫处理一些外交上的接待问题。 有了这一段精密的加持,赛金花的人生变得更加丰富,据说她还和比斯曼以及德国王室有过亲密接触,在她身上还有和当时德国王室的亲密合照。 对一个普通的女孩来说,这样的人生事想也不敢想的,赛金花却能够成功实现,确实也是让人十分惊艳。 赛金花不仅在德国度金,回国之后也是受到了家族的尊敬,在德国期间,她为自己的丈夫生下了一个女儿,回家之后,因为赛金花和自己的丈夫有更多的共同语言,因此她在家族当中的地位也是水长传告,可是好景不长, 她的丈夫因为提供了错误的沙俄版图给满清政府,最终背下。 支出展,赛金花又开始了漂泊流浪的人生,这一次的赛金花抄起了老本行,占去了纪远的生意,正是因为她懂得一些外遇,因此在外国人的圈子里,在金花也是得到了认可,很多的外国人都得给她卖一个薄面。 在当时八国联军侵华的时候,北京地区百姓民不聊生,一个名叫瓦德西的将领正准备对着北京城大开杀戒,这是赛金提出要见这个将军一面,并且提出自己曾经和德国的国王有身交。 赛金花此话一出,引起了大家的剧烈反响,很多人都觉得赛金花这是在吹牛,直到他们看到了赛金花身上的合照,才相信了赛金花所说的话,于是将她引荐给了瓦德西将军。 据说赛,金花对瓦德西将军小之以礼,动之以情,告诉他们当初想要杀太平天国的人为德军报仇,如今太平天国都已经被他们消灭了,那么剩下的不就都是一些平民老百姓了吗? 难道都已经这样了,还要对老百姓们大开杀戒吗? 瓦德西看到赛金花和比斯迈将军有一定的教训,于是便同意了赛金花的说法,没有再继续为难北京城的老百姓,而北京城的老百姓也因此得到了庇佑。 然而,在历史上并没有着重记录赛金花成功救下老北京城百姓们的故事,更多的是说她女扮男装,在看到外国人为难老百姓的时候,她总会挺身而出。 无论是哪一种版本,我们都可以看到,赛金花确实是一位民族英雄,她也值得每一个人尊敬。 也难怪后来齐白石等大师都愿意为她作话题词,这样的一位女中豪杰,值得每一个人铭记。 试试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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�